中信兄弟和富邦汉将的金控大战 来看到加柏力和邦威这两位洋头对决 谁能占得上风 必须说两人开局都算不错 虽然分别抖了几下被对手攻占上得点拳 但两人也都能够找到办法安全下装 前四局打完 猛相跟汉将打线完全逃不到便宜 比数是0比0 但你知道我知道大家都知道 这平手僵局不可能延续下去 五局上汉将来了 新元旭一上来就敲出二来安打攻占得点拳 接着加柏力算连强两个出局数 但该来的躲不掉 王正堂挥大棒 右外野方向看着角度就知道 That ball is out of here 本季守轰是一发两分炮 王正堂帮助汉将2比0 先持得点取得领先 接下来兄弟怎么回应呢 六局下攻势来了 面对汉将第三任投手曾俊岳 两只安打和一次爆头 让黄山军攻占二三垒得分大门 接下来带打的周董也没有让球迷失望 打穿一二雷 分数进来了 但很可惜就这一分 张志豪六四三double play 残念 2比1 富邦还是一分领先 差了一点 士气很伤吗 陈子豪说 还好啦 比赛还没结束嘛 八局下黄山军攻势再起 这次不废话 泪上有人的情况下 豪哥直接来一发 两分打点全雷打 3比2 一棒逆转战局 留下最后三个出局数 给汉将反扑 守护神李正常说 大家可以回家啦 三上三下 效率收工 中场兄弟就以3比2 气走富邦 收下漂亮的逆转胜 我来提比秦宗帮的 这种保的 精彩的